赵露丝身穿运动内衣,绣出健美腹肌 她用双手轻轻扣住纤细的腰身,展现出迷人的马甲线 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八戒明星 但赵露丝是为数不多的引起我注意的女明星之一 除了出色的演技外,她的敏捷度也令人惊叹 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注意保持自己的优雅气质 近日,有媒体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系列赵露丝的健身照 图片旁边的描述是,思思的健身计划终于揭晓了 赵露丝平时的健身动作都被这些照片拍到了 身着运动背心的这位女演员散发着温暖而诱人的气息 展示了她诱人的腹部和优美的曲线 她迷人的外表让许多网友盯着屏幕渴望更多 运动照中,赵露丝素颜出镜,尽显优雅气质 头顶一顶鸭舌帽,青春的光彩不容小觑 给人一种阳光般的能量感 她身穿光滑的黑色内衣和浅色健身服 自豪地展示着她细腻 白皙的皮肤和令人羡慕的腰围 在第二张快照中,一块被汗水浸湿的布粘在她的锁骨上 表明这是一张锻炼后的照片 想要在娱乐圈展露头角的艺人 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保持健康的体质 尤其是女明星为了保持身材 往往把健身放在首位 赵露丝也不例外 她每天的健身镜自拍证明了她对保持健康的承诺 职业运动装衬托出赵露丝匀衬的身材 两只手就能握住的纤细腰身 勾勒出诱人的马甲线,尤为引人注目 很明显,她通过在健身房的专门锻炼精心打造出令人羡慕的体格 赵露丝的体格还是很不错的 瘦削的身躯,一点多余的坠肉都没有 优美的线条和曲线在深色运动内衣衬托下 显露出醒目的视野线和纤细的小蛮腰 赵露丝的苗条身材常常成为粉丝们质疑的话题 五官丰满,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让人觉得她的身材偏胖 赵露丝苗条的身材拥有完美无瑕的曲线和线条 凸起的凸起使她的身材更加完美 即使遮住了脸,也让人忍不住赞叹她匀衬的身材 赵露丝的马甲线圈粉无数网友 可见她在幕后对身材管理的用心 拥有匀称的体格,可以毫不费力地嫁于任何服装 赵露丝最新发的短视频中 扎着高马尾,化淡妆,衣着简单的热物 她灿烂,年轻的笑容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青春期的精髓 青春期通常是初恋的代名词 娱乐界的名人一直在宣传普拉提 是一种有效的减肥方法 这项家庭锻炼包括每天使用拉力绳20分钟 完成四组动作 只要坚持一个月 就可以达到10至15斤的减肥目标 而且不会出现任何反弹 不仅如此 普拉提还有助于保持完美健美的体格 这里有四种普拉提身体伸展运动 您可以在家中舒适地进行练习 如果您觉得它们有帮助 请通过喜欢,收藏和转发来表示您的支持 让我们开始第一个练习 下半身卷腹 要强健大腿和腰部 请仰握在瑜伽垫上 双手握住拉紧气手柄 将脚放在踏板上 并将它们弯曲成90度脚 向前推动双腿 每组重复该动作15次 这个练习特别有利于追求纤细双腿的女性 有关视觉参考,请参阅下图 第二步,进行针对肩膀的锻炼 要进行此练习 请先站在瑜伽垫上 将双脚放在拉力器的底部 用双手夹住腋下 接下来,抓住手柄并将其上下拉动 人们经常会因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 而形成驼背姿势 但是,经常锻炼肩部可以帮助改善这个问题 让脖子更细,手臂更细 整体气质也会提升 查看下图已获得练习的视觉参考 第三步,背部锻炼 要进行此练习 请在椅子或沙发上坐直 背部和颈部在一条直线上 双手抓住腋下 将拉力绳固定在脚下 确保小腿和大腿成直角 用前臂向上拉动拉力绳 有效锻炼背部和手臂的肌肉 此外,这项运动可以帮助女性瘦小臂 有关视觉参考,请参阅副图 练习四,归纳活动 虽然具有挑战性 但通过同时锻炼腿部、腰部和背部 这项练习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 通过坚持练习 即使是顽固的多余脂肪也可以消除 跟着,三生三是十里桃花 一起来一次回忆之旅吧 某活动中 刘亦菲依袭身V领黑色连衣裙经验全场 四岁的杨阳也在现场 热情地和她打招呼 还给了她一个拥抱 在最近的一次品牌活动上 刘亦菲和杨阳的热情拥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就像回到了三生三是十里桃花 在刘亦菲的认证博客上发布了一张照片 当大喜之日终于到来时 品牌发布了期待已久的公告 35岁的刘亦菲正式签约成为品牌全球大使 惊艳的刘亦菲身着大胆身 V领黑色上衣现身活动现场 搭配银黑半身裙 她留着甜美的大波浪卷发 鲜红的嘴唇 让她看起来优雅迷人 令人难以抗拒 动画真人版 网上流出的图片显示 刘亦菲与杨阳的亲密接触 刘亦菲友好的向杨阳挥手致意 然后上前拥抱并拍了拍她的肩膀 两人进行了热烈的交谈 表明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联系 上映后引发热议 无数网友惊呼 感觉又回到了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电影巨制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海报 据报道 2017年8月 刘亦菲和杨阳共同主演了电影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分别饰演白浅和叶华 30岁的迪丽若巴 除了身体上的魅力和传闻中 转瞬即逝的阴谋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 时间似乎正在从她身边溜走 被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 年轻女演员之一的迪丽若巴 在事业巅峰时期突然隐退六个多月 引发舆论热议 尽管她是顶级人物 但她一直没有受到关注 许多人质疑她缺席的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一直低调的迪丽若巴的义军突起 有报道称她深爱黄景瑜 有关她可能怀孕的猜测也被曝光 尽管谣言和争议不断 但看来该事件并未对迪丽若巴的资产造成重大影响 对迪丽若巴的关注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增无减 尽管她已经离开快速发展的娱乐行业超过六个月 但她仍然是每天的热门话题 这足以证明她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尽管回归 但迪丽若巴的专业度并没有任何提升 更糟糕的是 她回国后甚至没有加入组合 一直专注于个人项目 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时隔六个多月 迪丽若巴再度现身繁华站台 引发新一轮争议 回国后 迪丽若巴全身心投入到通过杂志特写和大片宣传品牌 然而 她急切地等待着她被传员录取的消息 目前尚不确定迪丽若巴是否有其他职业计划 或者是因为年事已高 而无法获得优质表演机会 尽管工作室和本尊的专业性 最新的杂志封面还是引来了群众的嘲讽 粉丝纷纷表达对造型的不满 甚至翻车 看来 热巴又一次被造型试骗了